哇 介绍一下吧 我们今天稍微简单的出去逛了一下 正好逛到了一家 卖我们其实之前很早就想要的一个 这个叫什么 可以放在桌子上自动加热的小炉子 既可以铁板又可以当锅用 而且今天是1月1号 所以都在搞活动 原价这个机器呢是9600日币 本来9600日元只能买一个机器 但是这次呢还附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首先这是一个保温杯 里面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口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送的就是这个锅 这是福袋里面送给我们的一个小火炉配套用的一个配件吧 因为它可以放各种各样的铁板 这单独卖3300的 啊 3300这个锅子要 哇这个好哎 它的总额是值14000 所以我们是等于相当便宜了6000日币 接下来就是主角了 这个桶特别好看 我们接下来就要打开这个锅子了好吧 锅 哦挺沉的 哇 哇 这盖子 哇 电线 小铲子 还蛮蛮牢的 这个是它里面本来就配了一块铁板 这个就正常烤盘 蛮有分量的 这个机器呢本来是送两块板 一块是这个平底锅 有一个是章鱼小丸子用的铁板 是这样的锅 高温注意 啊 当然比我的想象中的稍微小点 你看这个自己调的 这个是它的开关 反面呢是这个样子 那把它冰起来吧 哇 好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直接把它点火 拿出来做点东西 烧起来 哦 好 烤鱼 烤鱼 走多了 哎呀,你太多了下来 煮喔 烤鱼 把胃肉串拔 然后这边呢是保温 低火 中火 高火 那我们先把它开到中火 大火吧要 有感觉有感觉 这算成功了吗 是吗 把它拌开来吧 两边 不能拌开 就是用这个蘸这个吃的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锅到底叫什么名字 它的名字叫做BIRM的多功能电烤盘 你能给我点反应吗 这是机会要拉丝 小心不要碰到这里的烫 但还好没有那么烫 这款菜名叫什么名字呀 分米鸡 好吃吗 您应该吃的 好了各位 我就先替你们尝尝看了 非常非常丰富的奶酪味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用的是鸡腿肉嘛 所以很软 配上这个香浓的 气子真的是绝了 感觉整个口腔里面现在全是气子的味道 哇 太好吃了 让我们来尝尝看这个西兰花 有汤 有汁 我发觉可能对我来说可能 汽子 芝士 就是没有什么食物是跟芝士不大的 要是有它肯定不是食物 刚刚大家看到那个炒的鸡和那个蔬菜 我们是在灶材上面炒的 因为今天的量有点大 所以怕那个平底锅容不下 所以我们就干脆在灶材上炒好了一部分 然后再拿过来 再最后把它用这个芝士做出来一个效果 所以如果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用那块它的自带铁板来炒这个鸡 所以我们这里面是鸡肉 还有胡萝卜 西兰花 本来也是没有鸡肉 还有年糕 对啊 还有年糕 完全忘了 我找到我的年糕了 所以这个是年糕 我还在想它怎么知识呢 我完全忘记里面忘了年糕了 再让我来强调这个年糕 然后我前面前面在它烧的时候 我有好几次碰到这个鞭板 然后它也不至于那种烫到你不能碰的地步 你这样搭一下都没有关系 总结的一下来说呢 我觉得这个锅还是蛮方便的 但是其实也是可有可恶 也是可有可恶 可有可恶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点赞 分享 评论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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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